你这个up主怎么给我推荐杂牌固态 什么杂牌固态啊 你跟我说一下这个凯霞是什么东西 好吧 怪我当时没有说清楚 其实凯霞就是东芝存储 因为早在去年的10月份 东芝存储就宣布要正式更名为凯霞 并且在2020年完成所有产品的更名 那我们现在去那些各大电商平台上看的话 已经全部都是凯霞的固态了 可能这时候眼尖的观众朋友就已经看出来了 这不就是以前的产品拿过来换了一个壳 接着卖吗 要我说的话其实这也是瞎折腾 因为你看像东芝嘛 毕竟几十年的老字号了 他说换就换 现在还唠的一个杂牌的名号 怎么说呢 当然以上只是我一个个人的调侃 而作为消费者来说呢 我们只想知道这个改名后的东西 它到底好不好用 所以呢我就搞来了一块RC10的500G来测一测 顺便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改名之后的东芝存储到底行不行 这块RC10的包装非常的简单啊 就是一个破纸壳子 然后在它背面呢 是印有一些硬盘的基本信息和参数 在侧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制造商销售商和组装厂的地址 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组装厂居然是金士顿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下面我们就来进行开箱 其实盒子内部的东西没什么好讲的 大部分固态硬盘都是这么几张 几张没用的说明书和一个硬盘的本体 把硬盘从盒子里面拿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硬盘是不是有点眼熟 我们可以看到在主控上打着大大的东芝标志 它的具体型号为TC58NC1202GST 这个主控芯片的话跟RC500上面那个是一样的 东芝自己的颗粒也没有什么好讲的 还是直接来上机看一看好了 上机之后从DiskInfo的软件信息当中 可以看到这块硬盘是跑在PCIe 3.0x4的传输模式下的 那现在已经是夏天了 所以各种硬件的温度也就上去了 我个人建议还是大家有条件的话 就给这种硬盘装一个散热片 来缓解一下它在高速读写的时候的温度压力 我在官网上查固态数据的时候 找到了这个仪表盘的工具 那它可以在上面显示整个硬盘的一些信息和参数 虽然从功能性上来讲 感觉这个东西装不装都无所谓 但是作为一个硬件嘛 有个驱动总会让人感觉稍微靠谱一点 在非空盘的情况下 对RC10进行DiskMark的测试 可以看到读取是1720 写入是1519 那和官方标称的数据也基本上一致 4K顺序读写的表现的话就也还过得去 接着我又尝试了将一些视频素材 从我的另一个盘直接对考到这个RC10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它的速度基本上是维持在1.4GB每秒的 虽然说这个速度谈不上特别快 但是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说 日常用的话是完全够用的 从数据上来看 这个RC10个人感觉就是原来的RC500 综合表现还不错 用来当做系统盘或者装整个游戏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那么5年的质保也算是解决了一些后顾之忧 凯霞也算是继承了东芝存储的核心技术 以及原厂科技这些优势 目前在某些电商平台上 这个固态也是在开车 如果你能用开车架上到这颗固态的话 还是非常划算的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觉得视频还不错 记得点赞关注一波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